歡迎收看美國專訊 氣候變化導致春天來得更早 但是果龍認為春天提早來到並不是一件好事 下面的記者巴拉窩納的報導 由一個寒冷的晚上過去 麥金托什檢查他的圖書是否出現霜動 這是3月下旬 在華盛頓以西大約120公里 維吉尼亞州的貝利維爾 霜動並不可見 不同沉上的就是2月 這是維吉尼亞州有史以來最熱的天氣 桃花開得過早 麥金托什說過早回暖發生得更頻發 當溫度下降的時候 他說你的表現比土差 維吉尼亞里宮大學教授謝里夫說 即使氣溫因為氣候變化而變暖 霜動破壞仍然增加 他說晚冬的溫暖會有使樹木擺脫休眠狀態 過早開花 看來以大學教授隆多說 溫大地區的早花更頻繁地發生 為各種水果種植者帶來問題 農民正在適應 麥金托什投資了幾萬美元 用於取暖氣和風扇 他說這是值得的 但並不適合所有人 無論是雙凍、高溫、乾旱或洪水 氣候變化都迫使各地農民作出調整 但農多說情況亦有限制 在這個不斷變化的星球上 很多農民將會被迫改變 他們種植的種類、地點或方式 記者巴拉窩納、維吉利亞州報導 太陽能電磁板在世界各地的屋艇 和土地上湧現 但它們亦可以放在水面上 下面是記者克爾曼的報導 誰說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沒有污染發電最熱門的創新之一 是浮動光復發電FPV 它將太陽能電磁板固定在水面 包括湖泊、水庫和海洋 亞洲的部分項目使用幾千塊太陽能電磁板 產生幾百瓦兆電力 FPV在亞洲取得先機 在亞洲它對農業價值很高的開闊土地 它有很大的經濟意義 位於美國佛羅拉多州的 國家可在生能源實驗室研究員 加贊庫說 如果漂浮太陽能項目 可以建在水力化電廠附近的水面上 配合現有的輸電線路 它們就更具吸引力 在國家依靠太陽能電磁板 有關關於電磁板的電磁板 例如在水面上 在水面上 我們希望會看到更多激烈的氣氛 所以當我們考慮到水面上 有機會 可以用FPV 作為另一個充電能電磁板 即使在水面上 在水面上 現在可以用更多FPV 浮動太陽能系統 還有另一個好處 它們減少了光照 並降低水溫 從而減少了有害棗類生長 對於加州的走向 溫沙鎮的地方官員來說 這一切聽起來很有希望 五千個太陽能電磁板 現在漂浮在溫沙的一個廢水池上 溫沙鎮議會議員福吉說 浮動電磁板對環境和溫沙的預算有利 其中廢水處理廠的電費是最大的 它推動建立1.78兆瓦的項目 而不是把太陽能電磁板 安裝在多層停車場上的替代方案 這座鎮從安裝它們的公司 遭用了浮動太陽能電磁板 使它們在長期合同當中獲得固定的電價 溫沙因此為相同數量的電力 只是支付大約三成的電費 溫沙鎮長薩蒙說 這個使得獲得選民的認可 變得容易 這個維吉尼亞州的湖泊 是美國政府研究確定的適合FPV放置的 近25,000個人造水庫之一 每個這類水庫四分之一面積上的浮動太陽能板 將會產生美國近一成的能源需求 記者赫爾曼在維吉尼亞州斯塔福德的史密斯湖報道 多謝沙體美國專訊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